当然要来聚焦的就是这回大家众所瞩目的太鲁格号脱轨意外 从第一天的空拍现场其实就能够发现很多的轮胎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轮胎我们持续带你来追追追 据说这是呢后期需要使用的缓充电 现在不排除这些轮胎有一部分其实当天早上才再过去的 而李逸祥避重就轻的说法现在惨被各种的状况给打脸 监视器其实很清楚的拍到看到疑似就是案发当天酿货的工程车 早上从驿城工程来出发之后大约9点抵达工地 移动过程监视器曝光可以看到后车斗再满满满轮胎 甚至副驾驶坐疑似还有人 如果是一路跟到事发地点 李逸祥说独自一个人到工地巡视的说法恐怕有相当大的出入 泰鲁阁号出事的当天其实惹祸的营造业者在事发半小时之后 曾经打电话来扣给吊车业者调来两台的吊车 表示自己的工地的工程车滑落边波撞到火车需要救援 吊车司机抵达现场之后发现吊车太小根本吊不动 司机也只能坐在旁边来等待先带你们来还原现场 所以你们是超过中午几点接到讯息 差不多10点左右吧 10点左右 10点左右接到讯息就马上处罰 那你们知道接到讯息的时候知道什么事情吗 厂商是说 他的那个工程车滑落到铁队那边撞到火车 所以是厂商 工程车的厂商联络你们的 对对对对 你知道他们原本在这边都是在做什么工作 今天他们知道做什么工作 今天我不晓得之前是做那个民隧道 民隧道现在做好了 可能在搬运什么东西吧 我们不晓得 为什么会车子会滚下去你们 有了解吗 听说是刹车问题 是厂商那边说的吗 是外面听人家讲的 是笑话一点 你不看到 101项者 跟市 的 不得 刚才 这 你能不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